目前我用的是所謂的相對路徑 所謂的相對路徑就是說 我的程式跟我的檔案是放在同一個資料夾 那如果放不同資料夾的話 比如說我今天可能是把它丟在下載的地方好了 可能是這個地方也許不在這裡好了 把它翻加好了,減下好了 把它放在哪裡?放在download裡面好了 或者放在其他桌面之類的 我隨便找個地方放好了 然後呢 看一下我這邊download使用者 user 公用 我放這裡,download,把它貼在這裡好了 那假如說我今天 我的路徑是放在另外一個地方 不是跟它放一起的話 那當然第一個你可以記得 你就不能用剛剛的方法 你就變成要用所謂的絕對路徑 那絕對路徑的話 那當然第一個啦 你要知道說你的路徑在哪裡 那所以如果換成另外一個絕對路徑的話 我建議各位可以熟悉一個方法 找到地方之後上面的那個 上面有個所謂的路徑 路徑的字串 這一串文字 我是建議你用複製的 然後貼的話 建議把它直接貼在哪裡呢 貼到這個 檔名跟副檔名的前面 然後記得再加一個反斜線 OK 這樣就OK了 但是 有另外一個問題 因為這個反斜線 在那個python裡面 是所謂的推移資源 是保留資源 那如果你要改的話 理論上叫什麼 要把這個改成兩個反斜線 才是符合它的規則 所以你會發現 這邊總共有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你變成你要做四個反斜線 那另外還有一招 更簡單 就是你只要 如果你不想要打四個反斜線的話 那你只要在這個路徑前面 加一個小R就可以了 這個小R的話 意思就是說 反正呢 我就告訴你 這個就一個路徑就對了 後面有一個路徑 所以後面出現那個反斜線 你就自動 就跳過了 就不用說把它當成是那個 保留資源 脫移資源來處理 OK 所以這個也是一招 如果你不加的話 你會發現 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應該理論上會出錯 它這邊會出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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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個前面加一個小R 那這個路徑呢 基本上就OK了 所以要特別注意 路徑貼過來 加一個反斜線 然後檔名 負檔名 記得在最前面加一個小R 這樣的話呢 就OK了 再來我們把它執行一下 理論上應該就完成了 它就可以run了 那run完之後呢 理論上就也是跟剛剛一樣 可以看到我們要的最後的結果 OK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就是如果你是用的是絕對路徑的話 我剛剛的我的路徑 存檔的話 不過我剛剛是存在這裡的 理論上這個地方就會有 展場資訊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就是這個101題的部分 我們延伸過來的話 那各位待會可以看一下那個 證照考試裡面的 第101題 那基本上 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只是說呢 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我剛剛跟各位講過 這個證照考試的話 你打那個TQC Plus 裡面就有這個證照內容 裡面的話呢 你往下找 這邊就有Python部分 那這邊就有一個這一張 其實就這一張 叫做 網頁資料擷取分析Python這一張 就是 總共會有四大類 那每一類有五題 那考試的話就是90分 一個半小時 考試題 然後呢 第一題的話呢 就是15分 所以一開頭的 101到105 15分 然後第二大類20分 第三大類35分 所以第三大類是最難的 應該也是分數最高的 OK 那總分100分 及格分數70分 所以你只要70分就及格了 那所以啦 理論上就是說 第三題一定要會 因為第三題如果不會的話 第三類的題目如果不會的話 那應該就沒辦法過 然後另外的話 其他再做個兩題 總共三題應該 就可以拿到這個證照了 然後 這個我想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自行再參考一下 那 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題目部分 大概就是剛剛講的 那至於那個 參考的答案 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個 一樣在 這個雲端裡面 不是雲端白板 就是 Python3的擷取與分析證照這裡 那就是 題目在這裡 證照第一題 解答在這裡 那你可以把解答打開 裡面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剛剛做的是一個方法 底下 我有提供給各位 一個所謂的 標準答案 OK 那你會發現 它 要的標準答案 跟我們寫的 其實差異還蠻大的 對不對 那 但是 這是因為我跟各位講 因為它是有標準答案 那並不是說 你要把全部的 這個答案 通通都在現場寫出來 它其實是提供給你一個 就是大概80%程式都給你的 也就是大概20%左右的程式 你是要填空的 那這要填哪些地方 我底下這邊 是有一個示意題 也就是說 那個綠色框框的部分 也就是你要把它填上去的 所以 這個考試感覺 就比較是填 比較有點填壓 但我是覺得 要你們全部寫出來 其實有點難 但是 要你們 被固定的答案 當然也 有點不太近乎 不太合理 不過 大家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題目大概這樣 這邊有一個參考的答案 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另外的話 在上面的這個答案裡面 其實還有哪些地方 有個地方跟我剛剛寫的有一點不太一樣 哪個地方不一樣呢 你會發現 這邊 取得有沒有 回圈範圍 當然這個是for i 用for i也可以 你也可以用for h 就是像剛剛那種寫法 兩個方法其實都可以 只是說呢 我們剛剛的寫法 跟上面提供的方法 最大的不一樣 就是這個地方 因為呢 我們 在串列裡面的東西是字典 那字典裡面的話 它會有key 所以你其實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透過key 去取得它的value 所以喔 剛剛這個寫法 我們其實呢 如果我不用什麼呢 不用這個list2的話 那我其實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呢 假設我不用list2喔 比如說這一行 我把它先Ctrl1 Ctrl1 Ctrl1就註解 那如果我要改成用什麼呢 直接去抓那個資料的話 跟各位講一下喔 你可以這個list2的部分呢 我就不用去算說它在第幾欄 我可以怎麼做呢 我可以針對這個dict有沒有 直接呢 就是用幾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用get 點get 那get的話呢 裡面呢 你就直接給它的什麼呢 它的key的名稱 那那個key的名稱 比如說我要的第二 假設說我要的那個是 index等於這個012 它的那個key是title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用這一招 叫做dict 這個字典裡面的title 我把它get回來 那如果你get的話 實際上它就會抓後面東西 所以它會幫你把什麼東西抓回來呢 它會幫你把這個後面東西抓回來 就是它的value 所以這個是另外一種寫法喔 那至於這個寫法 你能不能習慣 反正就是大概知道一下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第一個我們寫法 用get方法 另外呢 如果你不用get的話 有一個類似的方法 就是說呢 我們可以呢 可以一樣用dict 如果你不用get的話 你可以後面加個中括弧 然後呢 把title放進來 這樣的話呢 它一樣是什麼 一樣是去抓什麼 抓這個title 後面的value 所以兩個方法喔 第一個用get 小括弧裡面 給一個字串 就是它的key的名稱 另外一個就是說呢 你可以用什麼 用中括弧的方法 OK 所以喔 像後面這個其實也是同樣的方法 如果你可以什麼 第18 如果你不用算哪一個的話 有沒有 那你可以什麼 這個名稱的話 你可以給它就好了 這個名稱叫什麼 叫start day 你可以什麼 直接拿這個ctrlc好了 這個名稱有沒有 然後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dict t中括弧裡面 start day 然後這個也是一樣 這家應該在end day吧 所以 把這個複製一下 貼過來 然後這邊的話呢 就是 大家如果你怕做錯 一樣可以 切到這邊來 把這個複製一下 再貼到這邊 OK 那理論上呢 這就是另外一個方法 那這個方法的話 好處就是喔 你就不需要呢 再多一個dict order 那你說哪一個方法好 跟各位講喔 如果你是要全部取的話 你用剛剛的方法OK 可是如果你只是要取個別幾欄的話 我是覺得這個方法可以參考 為什麼 因為它的好處就是 反正我知道那個key 那我就抓到那個value就好啦 那我就不用再去算說它在第幾欄嘛 所以喔 這個剛剛用理解的啦 所以有兩個寫法 那至於這個部分的補充 我又把它放在 這個0601的下方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 在第29頁的地方 我剛剛的這個資料的下方 這裡 有沒有 這邊有個get 所以我的dict有沒有 那另外一種 就是這個 兩個方法都可以 那至於你比較習慣哪個方法 你就用哪個方法 所以你會發現喔 同樣的解決方案喔 欸 寫法會因為不同的人的習慣 會有不同寫法 所以網路上喔 你跟Google 哇 怎麼這麼多種不一樣的寫法 很正常 因為 Python其實 它有很多種 那你最重要的是 你要自己找一個 你自己喜歡的方法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其實Python有個麻煩的地方 就是它會寫法很多 所以呢 如果每個人 習慣的方法不一樣 寫出來的結果也都會不一樣 這個當然對於Python來說 它是可以完全可以接受的 只是說對於初學者來說 會覺得喔 這個好難啊 這個怎麼這麼 每個都有這麼多種 所以 有的時候 並不是說叫你每個都去記 而是說你要去想一個方法 哪個方法對你來說最簡單 你就是記那種方法就好了 不是叫你全部都知道 沒關係 你其他知道一下 那暫時忘記也沒關係 如果你不知道剛剛有這個方法 你就記我們之前那個方法 反正都可以做得出來 沒有問題的 OK 只是說多幾種方法 就是多幾種選擇啦 OK 但是也不要落入到那種 有些那種 城市的狂熱 有些人是太狂熱了 狂熱到什麼程度 把所有方法都列出來 然後最後每一個都會了 可是最後你知道要用哪一個 他居然不知道用哪一個比較好 他就變成說 他沒有一個自己的寫法 那就不對了 像我自己寫法 然後我都會 我知道 但是我就是用我固定的方法就好了 好處就是說 第一個記了 不用記那麼多 第二個的話 你也比較不容易寫錯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要來看另外一道題 就是 在正照考試裡面的第102 102的話呢 跟前面有一個很大的不一樣 什麼地方不一樣 它是XML 那這個XML的檔案呢 那我該怎麼處理 OK 所以前面都是在講 CSV 傑森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會延伸下XML 那XML 這個的話 其實你們可以 這個部分的話 那就可能要直接看那個 症狀考試的題目裡面 你可以先看一下題目 題目的話在102這一題 它這個是新北市的應該是UBI的部分 UBI的相關資訊 那相關資訊裡面的話 其實它藍數也非常多 可能不只三藍 它裡面應該也有十幾藍 可是它只要其中的三個藍位 然後並且把它按照豆點隔開 這第一個 另外的話 這個資料 因為考試的時候 它擔心說有穩定性 它不可能叫你現場去爬 政府的開放資料 可能那個政府有時候也許不見了 或者說換個地方放 那你就完蛋了 所以這個檔案 我已經把它放在雲端 所以這個檔案你們可以 找一下 在哪裡 在這裡 在那個 一樣喔 我們證照考試的 這個Python3的 擷取分析證照裡面 的 往下找 你可以看到這邊也叫 RAID102.XML 所以請各位 先做第一件事情 把這個XML檔案怎麼樣 先幫我存檔 存在你的那個 程式的根本物底下 那存的方法 你乾脆按右鍵 右鍵命存 右鍵這邊有個下載 右鍵下載會比較快 或者你點開來 它好像會直接開起來 上面有下載 反正主要是把它下載下來就對了 下載 那下載之後的話呢 我們 再把它搬到那個 我們 東木屋底下好了 這個把它再剪下來 然後我把它放在我的 剛剛這個Python這裡 OK 待會我們再來看XML OK 應該有找到 REID102.XML 那 待會我們再來看這個 如何 解析 XML 那 102這一題其實重點就是說 會讀取 假設 今天 換了一個格式 XML 你有沒有辦法把它讀取 並且解析 第二個的話呢 有沒有辦法 再把它存成 CSV 有沒有 一樣啦 前面是 Json 純CSV 那這一題是 XML 純CSV OK 所以 這個 你會發現檔案格式 比較複雜的地方在這裡 那請各位 試試看 待會我們再來 看這個部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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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